克罗地亚英格兰首发预测及比分推荐,恕我直言,这场即为亚军之争,克罗地亚vs英格兰比赛时间,7月12日2点比赛地点,莫斯科·卢日尼基体育场克罗地亚为第四支挺进四强的球队,他们是四强中人口最少的国家,但是足球明星却是人才济济,比如莫德里奇、麦朱基奇、拉基地奇、佩里希奇等, 格子军团在上一次闪到世界杯,也是他们首次参加世界杯的1998年,凭借达沃苏科的出色发挥,球队最终拿到了第三名,而这一次,格子军团在创奇迹,他们小组在先是2比0击败尼日利亚,随后3比0大胜梅西领先的阿根廷,紧接着2比1战胜冰岛,小组在全胜晋级,淘派在阶段4比3点球战胜丹麦, 随即4分之1决赛淘汰东包主俄罗斯,挺进半决赛,英格兰则是第三支挺进四强的球队,他们一改过往欧洲中国队孱弱的外表,露出三师军团的疗雅,拥有哈里凯恩、斯特林、亨德森、马奎尔、阿里等球星的英格兰,小组在首轮2比1击败突尼斯,随即6比1大胜巴拿马, 第三站0-1不敌比利时小组第二出现,淘派在先是点球5比4击败哥伦比亚,又在4分之1决赛中2比0战胜瑞典,马奎尔、阿里分别建功,皮克托德在线审扑, 克罗比亚四强晋级之路,小组在强势全胜,克罗比亚在小组在中就显示出极佳的状态,首轮2比0完胜一日,利亚,四轮面对梅西率领的阿根廷,克罗比亚送出3比0的一场经典胜利,提前锁定晋级资格,最后一轮在已经出现的情况下,他们依然以2比1战胜兵倒,以全胜战绩昂首闯入16强, 8分之1决赛本身开挂,18决赛面对丹麦,克罗比亚踢了一场极为胶着的拉锯战,120分钟双方战成1比1平,尽管莫德里奇在加实赛罚失点球,但他在点球大战中命中,而苏巴西奇更是三次扑出对方的点球,忽悠克罗比亚晋级8强, 4分之1决赛点球再胜,一次决赛面对东道主俄罗斯,克罗比亚再度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,苏巴西奇又一次扑出了斯莫洛夫的点球,克罗比亚连续两轮点球适胜, 时隔整整20年后再度闯入世界杯的四强,英格兰四强晋级之路,小组赛喜获第二,英格兰在小组赛中首轮2比1先胜突尼斯,但第二轮表现出色,6比1大胜巴拿马,提前锁定16强席位,最后一轮,英格兰明比1小负比利时,获得小组第二的结果,却让他们避开死亡半区,8分之1决赛点球首胜, 对于英格兰来说,这是可以载入队史的一战,此前英格兰在世界杯点球大战中胜率为0,从来没有获胜记录,这一次,他们终于取得0的突破,凭借门神皮克福德的神勇发挥,英格兰点球大战淘汰哥伦比亚,世界杯点球首胜党首晋级8强,4分之1决赛完胜瑞典,面对北侯球队瑞典,状态已经渐入佳境的英格兰, 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,他们用瑞典最擅长的投球两度破门,而门将皮克福德再度开挂连续做出精彩铺就,终于力保英格兰在28年后再度进入世界杯四强,值得注意的是,上一次1990年进入世界杯四强时, 现在英格兰的23人,有中17人上位出身,克罗比亚预计首发,英格兰首发阵容,比分推荐,克罗比亚1比2英格兰,PS,本人对法国夺冠有极大的信心,所以这场比赛在我心里,也就是绝出亚军的战斗,加油克罗比亚,加油英格兰,大家有何高见? 感谢观看